全新的一波 當然要展開了 不過這個 美國股市你們看到了嗎 所以很多的朋友說 蔡老師這個是不是要被打臉了 當然這都是我們的新觀眾 新觀眾會替我們的節目 感覺要擔心 當然也很正常 因為只要看過我們的節目 超過一段時間的朋友 大家都會知道 我們是很正常的朋友 有一個邏輯的 就是我們實戰的邏輯 以這一波來講 其實重點根本就不是在於指數 而是在個股 所以美國股市跌下來 它跌了1000點 很多人認為指數會開很低 這倒也無可厚非 但是對我們來講 很多的股票剛好是一個買點 那麼我們看法依舊不變 這是一個全新的一波 而且事實上這個全新的一波 不是在今天展開 三天之前就開始了 這裡我們要進入一個重點 就是說強勢股的進貨三寶 在現代的實戰理論當中 最好的三個進場點 第一個叫做高檔長黑爆量 第二個叫做長上影線 第三個叫美國股市大跌 這三種現象其實都是傳統的 股市操作當中認為 應該要避開為之後快的三種形態 就是說第一個長黑K 高檔長黑K 就代表漲多了主力出貨 長上影線代表裡面賣壓 高檔有人套牢 美國大跌代表趨勢可能反轉 但是我的看法剛好相反 在強勢股行進向上的時候 你要在這三種時間找買點 我們就繼續來跟各位講 所以對於剛剛看我們的節目的朋友 可能會覺得我們的節目跟別人講的 跟你過去所學的都不一樣 確實我們的觀眾裡面有非常多 對股市研究非常認真 而且投入的這些觀眾 他們每天看三四個節目 然後美國股市看到一兩點 對於很多的券商所出的報告 內外資他們買什麼股票 其實都掌握得非常好 很認真 每天都看報紙 然後講基本面 講總金 講什麼東西他就懂一點 因為現在很多電視台 晚上有一些財經節目 事實上也大概十年八年了 這些人長年累積下來 造就了一批什麼東西都懂的投資人 但你說他做股票真的做得好嗎 說實在也不好 以今年來講虧損居多 以去年來講的話 大賺的高檔也沒有出 就是說只研究基本面的投資人 他不懂得什麼時候賣股票 為什麼長榮 為什麼這些股票要在200以上出掉 為什麼IC設計 為什麼敦泰 天瑜這些股票 要在高檔出掉 為什麼要出掉 下跌的過程當中 他們會覺得說 基本面的長線會保護我 但是看著自己手上的股票 創歷史新高 結果還是破底 他們不懂 他們為什麼這麼認真的研究 還是賺不到錢 直到遇到我們的節目 所以我就告訴各位 我們節目的觀眾 只要你看得下去 你是真正的實戰派 我們在講的一個東西叫做 你手上的500萬資金 如何利用他博弈出一個 5000萬的人生 對不對 你的目標要明確 所以我們第一個目標說 你的500萬要賺到5000萬的話 請問一下 你能不能賺到第一個500萬 近的目標先達成 再來講遠的目標 如果你連目標都沒有 整個節目從頭到尾 你就整天在那邊基本面 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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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下場可想而知 第一個你沒有賣點 第二個你沒有買點 你永遠都在講產業的事情 但是你對於買賣一竅不通 你買不到低點 你賣不到高點 對不對 你沒有買賣 你光研究的基本面 你怎麼會有錢呢 你怎麼會有呢 你怎麼會認為你會賺到錢呢 我告訴各位 基本面要研究的 為什麼呢 很簡單 你是不是要選股 選股是不是用基本面 當然是啊 但你要不要進場點 那是不是要用實戰的進場點 所以我常用米其林的三星 這些餐廳來做一個比喻 來跟人講操作股票這件事情 你去買魚 你去挑肉 不管你是去拿一個什麼澳洲酒家 酒級和牛 或是你去日本當地 吃什麼樣的一個食材 你挑到一個好的食材 那叫做什麼 選股 你選來以後你不是亂組 你必須要有刀法 你必須要處理這塊食材 對不對 你找到一個最好的股票 你能夠像我們一樣 找到精銳 找到精神 對不對 你可以找到這種公司 但你亂做一通 有沒有可能追高殺低 追高殺低 追高殺低 一定有 你看廣機這種送分題 放在那邊躺著睡覺都賺錢 還有人賠錢 為什麼 上去追 下來砍 上去追 下來砍 上去追 下來砍 你到底要研究去那邊幹嘛 你真正要研究的是 怎麼在明天先賺到30萬 我覺得這是你人生當最重要的目標 這個問題只要解決了 你所有問題都解決了 如何在明天賺到30萬 這你終極一生的答案 人的終極一生就在講這句話 明天怎麼賺到30萬 答案出來了 現在我們要開始講 我們認為全新的一波已經展開了 對不對 個股行情 所以再加上 符合昨天留長黑K長上影線 再加上今天有 出現美國大跌的進場點 當然是拚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禮拜三 基本上我從早上起床 我一大早起來了對不對 我到公司10點半 從我進去公司 大概6點多不到7點 我們就在找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在通知所有的人 趕快把錢準備出來 等一下9點半到10點半以前 我們要把所有股票都買好 因為符合我們的進貨三寶 對吧 好 那就來了我們看到 前面這半小時有兩波對不對 我大概一直忙到10點半 我頭才第一次抬起來 我沒有看電視沒有看什麼 都不重要 反正他們挑的股票沒有我們家牆 看在幹嘛 從我早上進去開始 通知大家買一直買一直買 9點買到9點半9點半 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 現在講大盤 不管你9月升三馬兩馬四馬 我認為不是重點 哪怕你就算你只升兩馬 雖然這個不太可能 但是 只要在這邊消息一落地 你三馬也可能開梯走高 因為美國現在在先反應 那有的人怕說四馬對不對 就算你四馬 不管三馬兩馬四馬 真正的重點不在於你升幾馬 你知道為什麼嗎 美國是你升三馬 他如果W底打出來 前低只要不破 宣布以後打一個W底出來 你說台股一定會跟得大漲 不見得 因為有一個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 就算你只升兩馬 你跟台灣的利差還是一樣 會越來越大 因為你11月還是要再升 對不對 但是我們的情形現在就跟 台灣美國利差越來越大 所以就算美國股市在9月22號大漲 台股不見得指數跟得上 因為台幣會遇到很大的壓力 你利差一直拉開 所以你台幣不走強 你說大型股能夠多強 我不信 對不對 有的人說 可是台幣貶值對電子股有利 所以這就表示一件事情 那只是學校裡面的書生在講的東西 股票市場上要漲要跌 不是產業上你有沒有得利 是有沒有人要去拉 對不對 你說電子股台幣貶值 外資不買沒有用 對不對 你就一直說你好 你有匯兌收益 你在這個地方 毛利益可以增加多少 誰要聽你的 股票說穿的要漲就是要炒 要炒就要有錢 要有錢就是要有吸引它來的一個條件 你沒有的時候 其實一切都是孤方自賞 所以我們來看 就算你在這個地方彈上來 很多股票你說 這麼大的利空 台股不跌 流下影線 有什麼好高興的 你流下影線就代表會漲1000點嗎 不會 你彈上去還是也有賣壓 這句話就告訴各位說 其實如果擠一個地址來看 你看聯發科今天差點破底 你說他們家真的很弱嗎 不見得 怎麼會弱呢 看到沒有 金星科拉到最高 對不對 九陽漲停板 這說明一件事情什麼 就是說 你大型股 全值股 只要你是跟指數有關的 不管你是講什麼成熟 製程 什麼 我就明講好了 台積電 聯電 利基電 不是不會漲 但是它的空間就是跟台幣相互影響 所以這個時間點你去看指數 什麼ETF 大型股 你講那個都沒有什麼細 像你說今天就要留一個下影線 你談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壓力是不是又出來了 你就在那邊膠著 對不對 所以其實真正會做股票 是利用你盤勢的震盪的過程當中 找到強勢股的下一次買點 你看OTC強多了 因為今天有藥花藥 藥花藥一家把整個OTC的下影線 完全拉出來了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到 盤面上幾條賺錢的 思考邏輯是非常清晰的 中美在角力的過程當中 台灣受惠兩種邏輯 一個叫直接受惠 我就直接跟各位講安控系統 今天還加上資安系統 也起來了 另一段拉第一根 它就是代表 龍頭拉起來 接下來重將先要追隨 這個先擺在後面 再來就是 市場上在講的間接受惠 中國要不要自主它的晶片 目前市場上幾個重點 第一個金星科 我們來看到昨天是不是上影線 對不對 是吧 沒錯嘛 我們來看一下 九陽昨天上影線多長 對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就把這個上影線也吞掉了 繼續走它的強勢邏輯 那上升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追在這邊 很容易在這邊停損 但如果你是在買在這裡 趁它拉回的時候 趁它美國股市大跌 讓你拉回的時候 回到軌道的下緣帶 你就有機會賺到這個錢 那我們看到威盛對不對 這個當然不用講 早盤就是最佳買點 九陽也是一樣 跟剛剛威盛一樣 對不對 都一樣 最佳買點 好 這就拉上去了 帶出去 帶出去 因為網通 我們來跟各位講 這精銳 精銳我們來看到 這是一個最好的示範 對不對 其實今天也沒有轉弱 今天它只是開低了 漲多開低震盪一下 這也沒什麼 你看今天的低點 連昨天的低點都沒有破 沒有破 很強 如果你第一時間沒有做到 無所謂 對不對 假設說你第一時間做到了 好很簡單 你看 先賺一根漲停對不對 再賺一根漲停對不對 假設你賺到三根漲停 就像我跟各位說的 你五百萬的資金 你既然放在金銳裡面 你就不可能放在高率身上 你也不可能放在其他股票身上 所以今天股票要轉牆 很簡單 你五百萬挪250萬出來 昨天高檔是不是可以先出 哪怕你在這個時間震盪上去 對不對 再創一個新高 無所謂 你剩下250萬拿出來 你要幹嘛 買一檔未接夠低的安全監控 之前跟各位說過 安全監控的股票 第一檔帶出去 對不對 他叫做飛龍升天 接下來降薪要跟隨 你會帶動 位接比較低的 其他的安控系統 你看聖瑞 股價連30塊都不到 要拉漲停太簡單了 另外一檔股票是什麼 奇藕 對不對 是不是完全如我所說的 你仔細想想看 藥環藥在拉的時候 才會有合一 對不對 合一上來了以後 才會有北極星 你要有一檔股票成功 市場上的資金 才會複製你成功的模式 你今天既然成功了 我現在告訴你 有價格更低的安全監控 他有沒有機會成功 大家當然會趁這個時間去買 你是不是就有機會 賺到今天的第一根漲停 賺到第一根漲停 意義非凡你知道嗎 你知道它的意義為什麼那麼重大 在於你過去觀望 膽怯 猶豫 遲疑 導致於股票一支一支的上去 你正在等你手上的股票解套 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 你要等到那些大型股 基歐股解套 你很可能要等到台幣重新強勢 那要等到什麼時候 哪怕這個地方9月再生 11月再生 年底再生 哪怕你明年降到一馬好了 你利差還是在 對不對 你說這一輪台幣的壓力有多久 我先不講有多大 有多久 對不對 這整個亞幣的問題 不是台灣的問題 整個亞幣的問題 你去看一下日本 對不對 所以這個情形 就拉回來告訴你 在你的股票在等的時候 像我剛剛跟各位講 假如你完全不動金銳 你今天再等 那也不錯 明後兩天可能再上去 但是你就花了一天的時間 但如果你明天在 昨天在高檔如我所說 先出掉一部分 今天趁著開地再買一檔新的 那你是三根加一根 叫四根漲停 還不止喔 你在盤下買的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講 跟各位講說 做股票其實賺錢是最重要 那我們現在繼續講 同樣在這個中美角力 除了安全監控之外 今天當然出來叫什麼 網路安全 但事實上 立端不是今天第一天漲 台領漲在前面 你知道嗎 邏輯有點像 但是這個地方 更加了一個網路安全 過去立端在漲的時候 網通資安這個地方 大概有差不多四到五檔股票 當然立端是領頭羊 所以這句話就意思告訴各位 除了金銳帶動深瑞之外 立端也會帶動一檔全新的股票 價格一樣不到30塊 我一定帶你進 跟我拚的 我講真的 你說現在這個地方誰最適合你 我覺得我最適合你 三檔股票拼三成 比一檔股票拼一倍更快 是不是好像我跟各位講的 對不對 你這個地方回到 當時我跟各位講 這個東哥遊艇的邏輯 三根漲停你先出 換金銳再三根 對不對 你剛好資金轉過來 金銳掌過過程當中 你剛好又多出來的資金 在這裡面養新的股票 這樣三檔股票 一檔拼三成 是不是三檔股票就變一倍 對不對 這是不是更快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稍後一下回來 相對論的意思就是說 大盤指數是一個平均分數 那麼平均分數如果60分 你要能夠考到90 才是值得投資的對象 你不要理大盤還要差對不對 大盤60分就你才20分買你幹嘛 很多股票破底邊緣 很多人喜歡買那種低低的股票 買那種很低的股票 那你去問他為什麼 他告訴你說 這個還沒有漲 我要等他漲 對不對 你看跌那麼深 我在底部買進多聰明 底部進場 對不對 不應也難對不對 然後老前輩不都這樣講嗎 那你怎麼知道叫底部 投資朋友們 破下去那不是底部 是你幻想他叫底部 你以為沒有漲的股票就叫底部 問各位一件事 別人都漲翻了你不漲 那你股票不是有問題嗎 你應該是說正在漲的股票 趁著他大跌的時候去買他 不是找一個破底 一直在破底的股票 你認為你叫逢低進場 兩個概念不一樣 所謂的趁拉回買進 是想像你是一個上升的電梯 從四樓五樓六樓七樓往上面走 那上升的電梯 到了六樓他停下來 因為有人要進去 你趁這個機會坐上車 接著他走到十二樓 而不是說你找一個下向的電梯 你認為說這個地方一樓了 他馬上就要反轉上來 對不起 地下室還有好幾層對不對 這個不是這樣算的 所以買進比人家強的股票 這有一個口訣的 那我之前講過我就不講了 這邊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計畫在未來 錄一個短線的教學 教學的那個影片 大概可能三十分鐘 二三十分鐘 那幫助所有的投資人 在半小時之內 學會三十年之內 你應該學會的東西 讓你脫胎換骨 不過你要看這一段 免費的教學影片的話 首先第一個 你當然要加我們的Line 不然我要怎麼傳給你 你告訴我 你連家裡都沒家 請問一下你要怎麼傳給我 那就不用講了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在外面交的東西 是多少人搶過頭都要 你就先掃碼進來 那我們再繼續講 今天不教你怎麼加了 反正你真的想賺錢 你自己想盡辦法 你會進來 我們明天會寫一檔股票出來 好 再來我們看到保一 如同保一 別人下跌我上漲 當大家反彈的時候 我收盤價是創 過去的最新高對不對 別人反彈我創高 唯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對不對 你害怕破底 你害怕東 害怕西 你害怕的本身就是 讓你喪失掉 趁著美國股市大跌的買點 對不對 日後你要追高的時候 反而你要承受這個 當時恐懼而造成的遺憾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保一 掌到這邊了 第一根上去 第二根再漲停 到第三根 三紅不追 今天就震盪了 注意三紅不追 三根大長紅了 我們來看一下愛迪亞 一樣昨天長上影線 三紅不追對不對 一二三 但是整理完全沒差了 對吧 昨天是不是帶長上影線 超長上影線 爆量上影線 誰都跟你說不好 對不對 爆量上影線 全世界只有我教你了 上影線選古法 再來我們來看 正達 這一樣網通加除能系統 注意一下 他的上影線比別人早一天 看到沒有 昨天換手就成功了 他比人家早一天 現在知道他的人還不多 你知道嗎 接下來有法說 現在價格 注意一下 就是說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們進來跟我們一起做的朋友 我會帶你們布局 相當程度的股價在50塊以下 你有沒有發現最近能夠漲翻倍的 漲停漲停代漲停的 很多都不到幾十塊 主帥可以拉到一百多 他帶領的降薪 你就可以抓50塊以下的 漲得才快 平安你看準漲停 今天要創新高 對不對 所以買強的對 買那種創新高的格局 低價股的面積是短時間之內 有些連續大漲 耀華耀今天把OTC帶起來了 明天當然還有合一 合一出來要看他 因為合一出來會有賣壓 你關了十天 會有人想要落跑 如果你能不能換手再攻 當然升級股就會重新再來了 寶儀剛剛講過了 所以寶儀再來我們看到 位階低 全訓 軍工股又來了 因為現在俄乌戰爭 又開始被拿出來講了 還有烏克蘭的重建題材 所以這些都是新的航太 新的軍工 新的 我現在跟各位講新這件事情很重要 比方說我們看到經濟部長出來說 台灣的車用產值遇兆元 你是不是買那種漲多的股票 不用 買新的 所以我們看昨天來跟各位講 胡連 中繼整理在漲 今天果然怎麼樣 開低走高 OK 昨天我還跟各位講 新的汽車概念股是誰 宜特 他做車用電子檢測 以前是半導體檢測才漲到他 都太慢了 車用多強 你看 把你納入車用你就大漲了 這都是我昨天跟各位股票 這都是放送的 對不對 你可以來檢查 昨天另外一個要剩 對不對 電池管理系統 今天果然又是一根長紅棒 幾乎我昨天提前幫各位掌握股票 你遇到美國股市大跌的時候 趕下去買 你看 禮拜三都是贏的 禮拜三幾乎都是贏的 見0有沒有 續創新高 好 再來月豐 我們看到禮拜五月豐 有沒有 禮拜三果然再創新高 證明一件事 對不對 我們說新汽車股 還有一個重點在於哪裡 強勢股 強勢的股票 你要抓到一個進場點 你要在什麼時候 要在有價差的時候 那華興當然也上來了 新汽車股現在的重點 當然要帶你買新的 新的 絕對都是新的 週限級別 中繼整體到尾端 有沒有 那我們來看一下準備要發動了 我們現在來一個全新的333 一路順暢 你做股票最主要怕的是什麼 你的股票漲勢不流暢 所以像廣基這麼好做的股票 你還是沒有賺到它的錢 因為它看起來不流暢 過高帶量追 隔天開低黑棒你砍 再過高你追 隔天拉回你就砍 來回八個兩三次 一毛錢都沒有賺到 實際上真正賺到的人 他在好的地方做進場 現在手上已經有百萬千萬 甚至於上億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說 投資朋友們 你需要的是快速有效的方案 最好就是說 像我們今天跟各位講的 安控的網通的 在這地方資安系統的股票 剛剛上來 大家就認同中美角力這個事情 那麼利端之後的 另外一檔小利端 有沒有機會跟上 只要你能夠在他身上 三根漲停 甚至於不用漲停 三根長紅也可以 一檔股票你只要能夠賺三成 三檔股票就是一倍 這就是我們333專案 對不對 我們在禮拜四的時候 就要開始帶領各位做 全新的股票 全新股票的部件 在過去這一波 都沒有講過的股票 禮拜四早上好好把握 全新333的方案 一路順暢直接帶坐進場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